迈入第四年的 Amigo艺术二手创意四集活动 国庆廉假三天的下午 是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举办 而今年特别和花莲铁道电影院的 花莲电影节竹影展结合 邀请了二十多摊县内摊友齐聚 让来观影的民众 以及来游玩的外地客 多了驻足的新选择 Amigo艺术二手创意四集 今年迈入第四届 延续4 in R一起生活的精神 一直掉落秋天的艺术 让艺术跳出展场的框架 走路社区与日常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在毫无公布门经费支持下 仍然自主办理 虽然规模缩减 仍邀请二十多摊县内摊友齐聚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在国庆三天延假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温暖登场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没有经费 那我们就几个朋友决定 我们延续4 in R的精神 那我们就一样有办了Amigo的市集 那来报名的有很多种类 有木工啊 然后我们还是想有艺术的精神 所以也有一些像按摩啊 或是现场可以编法 那我们除了花莲在地的 也有从屏东 从台北过来的朋友 像一些环保用拉环制作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心灵咨询在塔罗这部分 也都是外地来的朋友 从旧铁道商圈 今年移世到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也意外的与花莲电影节作结合 让更多来到东大门夜市的民众 同时意外探访铁道文化园区 虽然规模缩小 仍涵盖心灵 艺术环保工艺二手以及美食的跨域市集 也邀请歌手献唱 让市集与园区在夜晚更增添深色 接着蒋帮燕华联市报导